嗨小朋友 记不记得之前老师在那个上课签到的表单里面有问你们 未来想要当什么职业的人 对不对 那老师差一点忘记了 后来我就统计出来了 我们三年级两个班级 假班一班 有回答老师这个问题的小朋友呢 老师先来把他人数整理出一个统计表 什么叫做统计表呢 就是说呢 你的答案有很多种嘛 那我们来看看哪一个答案 也就是说你们写的 你们想当的哪一个职业的人最多 人数最多 那你们想当的职业呢 你看好多 每一条蓝色的线就是一个职业 所以有这么多种 那老师来跟你讲一下 好第一个是teacher 字可能有点小没关系 我们的网站上都有那个图片 你可以把它放大看 好第一个是teacher 那有几个人呢 你就把这个蓝线往这边看 往右呢到这个镜头之后 然后再往下 哦这边有个数字是2 所以呢想要当teacher的有两个人 三年级哦 然后下一个是singer singer是歌手 然后我们也是这样 把这个蓝线呢往右移 移到镜头 然后再把它往下看 哦也是to 好两个人 然后第三个是scientist scientist是科学家 好那他呢往下看就一个人 好这个图表是这样子看的 好这样小朋友会看的 好那所以说这么多职业 那你就看啊哪一条蓝线最长的 哪一条蓝线最长的 就是最多人想当的职业 好那你会发现是这一个 那这个什么职业呢 cook 哦原来三年级小朋友 很多人想当厨师哎 啊当厨师不错啊 因为每个人都要吃饭嘛 对不对 好那第二个职业 嗯三年级小朋友 未来想当的 第二个多的 好第二多的 这个是这个 好这个是 police officer 警察 哇 我们这个三年级小朋友 想要当警察的人也很多 那你说老师到底多少人 往下看 就看到这个蓝线的最右边镜头 往下看 哦五个人 有五个人想当police officer 那刚刚那个cook是 哦往下看六个人 六个小朋友想要当cook 好那还有其他的职业老师 也是顺便讲一下 好 nurse 护士有一位 housewife 家庭主妇有一位 家庭主妇应该不能算是职业啦 但是呃 但是他其实也做了很多事 对不对 家庭主妇呢 虽然说在家里 也是超有贡献的 做了超多事情的 那他算一个职业吗 当然应该不是啊 因为他做了那么多 付出那么多 好像没有赚到钱 好 来 再往下一个 farmer 你们学过的单字 好那这个很长 那这个 这个小朋友想要当这个职业是很特别的 doctor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中医师 中医生 他想要当一个中医生 就是医生啦 doctor 那他这个是中医哦 因为我们 呃 我们有一个 我们中国有一个特 比较特殊的一个医学 那他是专门研究中国的那种医学 像是什么 针灸啦 药草啊 之类的 doctor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好 英语这么长 中医师 好 再来 那这边都是一位哦 那再来这边 doctor 有人想要当doctor的 那这边应该指的就是ce啊 有三位 three 然后呢 这里有个很特别的职业哈 detective 就是侦探 好 有一个小朋友想当侦探 好 再来 dance teacher 有小朋友 有一个小朋友想要当舞蹈老师 好 那这个库克讲过了 好 再来 有一个小朋友想当business person 商人 那有一个小朋友想当business person 饭店老板 好 那也有一个小朋友想要当basketball player 就是职业的篮球选手 好 那这个稍微长一点的 这个是baseball player 这个是棒球选手 有两个小朋友想当 然后最后一个是artist 艺术家 哦 有个小朋友想要当艺术家 好 这就是我们 嗯 问三年级的小朋友 想要当什么职业的一个统计图标 好 那小朋友 没关系 你现在给自己先设一个目标啊 那未来呢 你就要朝这个目标去努力 好 好 能够坚持到最后 看你是不是能够真的当上你这个 想要当的职业 alright 好